大家好,我尊號 我們再繼續介紹第三隻隱藏角色 特爾安納斯 他是一個 射手 也是拿著弓箭 所以跟勇可能有異曲同工之妙 他的攻擊傷害 他的攻擊傷害是到達頂端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實戰狀況 好的,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他的技能我們先從他的被動看起 他的每次普攻會附帶 誠心之力 對目標造成8%的減速 該下午最多疊5成 喔,這有趣囉 每次的普攻都會造成對方緩速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造成緩速的話那有點不得了喔 看一下他有沒有緩速呢 這每次的普攻會造緩速 喔有有有 你看很明顯 薩尼想跑完全跑不掉 8%的緩速啊 哇那這隻角色如果來玩 攻速流的話算是蠻兇狠的喔 直接不用buff就可以緩住別人 這是魚人傑在開玩笑嗎 也太強了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技 黑暗之劍 大幅度提升遠程的射程喔 普攻附帶額外的魔法傷害 所以這隻角色也算是一個混傷的傷害喔 那附帶黑暗力量的弓箭呢 會額外的讓目標多疊一層新層之力啊 喔層新之力啊 那所以他是對目標造成5%減速 那每一次呢都可以 每打一下減速會更減是不是 所以最多減到40% 哇 這蠻不得了的 我們來看一下 他原本的 原本的 喔唷有欸有 大家有沒有看到有感 這個有感這個 這個遠距離攻擊有感喔 那他大概是維持 我們來看一下看一下 他大概是維持 1 2 3 4 差不多是3到4秒喔 到15等的時候是 差不多是3到4秒的這個 遠程攻擊啊 哇 這直接可以打塔了耶 這真的是要拚攻速的這隻角色 我覺得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二技 這個 星魂之劍啊 在 直接同時發出三把劍 然後呢 會 喔 他同時發出三把劍的時候 會造成這個 對方這個 減少移動速度最多到50%喔 那每命中一個敵人之後 他的 會降低 20%的傷害到40%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畫面喔 那就是這樣 哇 這個薩尼在衝過來的時候 看不到他的緩速 那這裡打他有有有 薩尼有有被緩速 那這隻角色 這隻射手算是一個 蠻控制的一個射手 這 這些技能這樣 讓我看起來 我覺得 唉唷 這隻角色可以練喔 我覺得 算沒有有那種爆炸性的叔叔 不過我覺得 這裡是一隻適合 團戰的角色 我們來直接看一下他的大招 他的大招 他大招是這個混沌之劍啊 哇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有多混沌 可以對敵方造成這個擊退 然後並且增加自身跑速 那 越遠命中的敵人呢 受到傷害效果越高 那就跟我們的兔子一樣喔 那 他是可以造成緩速以及擊退 那攻擊越遠的話呢 他的這個傷害是越高 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 有有有 有緩速又有擊退 蠻兇的喔 那他就可以直接這個 直接命中他 過了我本來想接技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覺得這一隻角色 真的不錯 真的不錯 這隻射手我覺得 實用性真的蠻高的喔 對團戰來講 算是蠻兇狠的喔 只差這個 跟泳漾是一個 沒有位移技能的傢伙啊 那不過我覺得 無傷大牙喔 那 他這個團 因為他可以躲得遠遠的啊 他可以在團戰的時候 躲得比較遠一點 然後持續攻擊 那你看他的這個大招 其實距離都是夠的喔 那加上他這個被動 緩速效果 你對敵方直接 搭配jungle 2打1 3打2 是可以直接不用buff的喔 等於說你的jungle 擁有紅buff之外 你自己本身呢 還可以繼續的就是 讓敵人造成一個緩速啊 那 幾乎就是 哇直接緩到跪下來之後 叫媽媽 媽媽還不來 叫了他阿公 他阿公來之後 也哪裡沒轍啊 哇 我覺得這隻角色 不得了不得了 將來必成大器 我覺得 哇這隻角色我會買 我會買真的 直接就是下好離手啊 他一出來 我就要直接把他 收入我這個 白寶袋裡面了 身為愛手 那個射手的喜好者呢 我絕對不能 收藏這隻角色的喔 那好啊 那這隻角色呢 就是我一個稍微的介紹啊 我覺得我很喜歡 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歡呢 喜歡的話呢 就順便幫我按個影片 喜歡 好啦也不用啦 就跟我講一下 這隻角色呢 你們是覺得怎麼樣呢 我覺得我蠻喜歡的喔 真的蠻喜歡的 那不過實戰用起來 也不知道如何啦 那不過 未完先按喜歡 好不好 好啦那這隻角色的介紹呢 就到此結束囉 掰